What's up everyone, I'm Brandy I'm Yumi 好了,今天我們打算去China Town那裡逛逛 因為去年我們來Toronto冬天太冷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得怎樣逛過China Town 所以我們這次就會去China Town周圍逛逛 感覺一下那個地方看看如何 Let's go Let's 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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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Take my mind and run with you You shine so bright In your blue sweet shoes I don't got no real estate And nobody knows my name I could find a place and see it all a different way Slow down, you got what you need And the world's at it free 好了,我們到了這間鵝廳了 它叫櫻桃餐廳 對,櫻桃餐廳 我們點了兩個鵝廳 一個是辣的鵝廳 不知道裡面是裝什麼的 可能都是肉、牛丸 然後尾尾就點了牛肉丸的鵝廳 因為我們之前 Oxington鵝廳的鵝廳吃完 很不舒服之後 我們就沒有再吃過鵝廳了 當時是吃完之後 那一晚就不舒服 所以就很害怕 很害怕吃生牛肉 所以現在就要吃牛肉 所以這餐的鵝廳 是我們隔了一個月之後再去挑戰 但我們不敢挑戰生牛肉 我叫了這個牛丸的鵝 它看上去好像也有很多份量 這裡就是我們的配菜 都幾多,很乾淨 全部東西都感覺上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辣火 好像很棒 這些菜是蒸水 都不錯,清一點的 都夠重的味道 這些牛丸都好像很淡 讓我吃一下 這牛丸是單牙 只是又不會有酥味 所以不錯 它真的是順口的 但是有點甜甜的 我覺得不夠辣 但是味道也不錯 先試一下肉 這個肉有點像魚蛋的薄片 我先試一下味不味的湯 湯很清,很棒 可以試一下牛丸嗎? 你看看 哇,很彈口 牛丸沒有什麼筋 我自己這個麵是不錯的 但是有味道去到 我會想回來再吃這一碗 因為它不是很夠辣 我自己覺得 如果再辣一點 可能轉頭加多些辣椒 可能會好很多 它的味道很熟食 就是不是我們吃慣的 湯的味道 很香港傳統米線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普通 不是說一定要推介大家來吃 因為我看到這間是在Blockto介紹的 我跟著它的推介就過來這間吃 但是其實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好吃 我們自己都沒有叫 Avacado Meal Shake 那任何飲品 因為我們都怕不太好喝 一次就只吃了一間湯 我自己的話就最喜歡吃 阿成頓那一間 如果你想吃好吃的湯的話 我都會推介阿成頓那一間 那在我們逛逛China Town之前 我們先去吃鮮護鮮 因為美美很想吃鮮護鮮 剛好走過來的時候看到 那次吃完湯之後 我都不是說真的很想吃湯 有陰影 吃到有陰影 所以可以吃一下其他 是 不吃 哇這間鮮護鮮 都算很乾淨 它是台灣的是不是 傳統豆腐 沒有記錯應該是台灣的 它有手工芋圓 傳統的豆花 之後有冰鮮草 好了我們剛剛買完了 它就好像香港一樣 有一個陣陣的 興不興奮 其實我沒有在香港吃過鮮護鮮 但它說很想吃 我以為它有情意結 這個就是美美的鮮護鮮 這個就是我的鮮護鮮 這個就是美美的鮮護鮮 它還有鮮草冰底 哇 好吃 這個原來很煙 10分 它的價錢好像不太貴 香港很多 香港是不是也要三十多元 50-60元 真的嗎? 我這個就10元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吃完鮮護鮮 我自己覺得也挺好吃的 自己就不太喜歡鮮護鮮 很稠稠的感覺 10元價錢就可以吃到一碗 其實我覺得也挺划算 在加拿大吃東西 吃甜品來說 你覺得呢? 好吃 會不會想去台灣? 去 前些去 好 那我們現在行一下這個市場 哇 什麼都有 哇 是臘腸 這裡 賣肉 賣魚 也有 套爛魚 這裡有很多雜物賣 還有一些菜賣 是啊 我們自己就不太喜歡走這些 因為比較窄 還有人很多 很容易會很擠 我們通常都會走一些 Macho Nofi 現在呢 我們就去 我想走的一個商場 叫龍城 就在這個對面 這個龍城 我覺得很神奇 很有趣 因為香港有一間龍城冰室 我是超級喜歡的 就是在觀塘 還有好像在旺角 也有一間龍城 對嗎? 對 我自己在香港 經常都吃茶餐廳 很棒 可能遲些在加拿大 找茶餐廳去吃 現在很有探險的感覺 噗啊 女兒 這裡有雞蛋仔買 聞到雞蛋仔的味道 聞不到 聞不到 聞到這麼香 這裡有很多手信可以買 I love Canada 配藥的店 買洗頭水 但這裡突然買 一張這樣的卡 這裡有一間唐記 吃甜品 還有一間叫城王廟小食 我見很多人吃的 不知是吃包店那些 陳氏眼鏡 又買眼鏡 還有探險 還有探險 嘩 這裡很香港 這間士都 這樣看起來也挺漂亮 這間士都 圖書公司 但裡面是有單車的 新華書局 看來是一個寄貨的東西 可以在這裡寄一些東西回香港 你是不是要剪頭髮 你是不是要剪頭髮 這個有一間叫珍美的剪頭髮 沒有 這些是綿 所以它們可以買得到很美 所以它們可以買得到很美 哈哈 我只要剪頭髮 它們都會剪頭髮 零零射射有間夾公仔機 變形的Kurulu Kur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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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Kur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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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間餐廳叫Canteen 真的整個Canteen KTV 可以去唱K 唐燒也有 正宗煲仔飯 但未開 上面還有一些醫療中心 牙科 剛剛走完商場 有點簡陋 而裡面的東西都不是很多 可能因為舊區的關係 好像荒廢了的商場 對 有點像 因為它不是每間都開 然後又很安靜 然後又很暗 所以我應該也不會去第二次的商場 還有沒有東西走 是啊 它裡面的店舖也是很安靜 所以應該不會再去 好了 我們現在先走五斤店 Let's go 這間的感覺很像日本城 好有五斤店的味道 這裡有個雞蛋仔的工具 400元 還有一些魚 都算很整齊 很乾淨 可以賣壽司盒 然後這裡又賣一些碗碟碟碟 也是我最怕走的地方 因為感覺上很危險 很容易就會掉 之後就會爛了 100元一個 15元 多少錢 沒有價錢 價錢上也不是說真的特別便宜 嗯 它的款式也不是說真的好漂亮 這裡有一間雲南米線 現在回到Ethan 我們一會兒就會買一些東西 我就是買Avocado Music 之後就買一些香薰之類的東西 之後我們又回家了 我自己今天去Changatown的感受 就是自己不是說太喜歡走Changatown 喜歡走乾淨一點的街道或者一些地方 跟我們住的地方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近 我們都是打算感受一下Changatown 這個地方的感覺 我都一般地 我都一般地喜歡那邊 那就去到這裡 那就希望我們身體健康 我們要不要學Avoc 我想學Avoc 下一段影片再見 天使保佑 拜拜 我們下課程 我們下課程 我們下課程